你剛才看到,我放了一張紙巾 現在風吹進來很涼爽 直到一張紙巾一放手就吹到飛來飛去 為什麼呢?因為這架鎖得非常不貼 左手邊也好一點 但好像右手邊這裡,我放一張紙巾是很輕易放進去的 我相信我多放兩張紙巾都還可以放下 這些當然是一定不行的 因為窗戶和框離開這麼多 有機會落大雨的時候有機會入到水 這些要把所有箱鎖貼一點才行 洗手間這個洗手盆窄了很大光水 水通過了滿水洞 但它也有少許去水 不過真的慢得很厲害 當然這種洗手盆窄 如果我們開大水龍頭 靠滿水洞去水 它也一定去不及的 但現在慢直感幾乎等於沒有了功能 我新的手摸一下裡面 其實都摸到一些類似膠袋的東西 可能是裡面的配件 膠袋未滅清 導致那個去水去得不順 這個就通知發展商 整回它 現在這個搖控是沒有控制到熱水爐的 其實膠袋的時候 膠袋時都控制不到開不了 我嘗試跟說明書去試它 其實都是跟說明書有些不同 這個就唯有交給發展商去做修理 好 好 計算過分數 這個單位其實 主要窗剛才也看到 五條框也挺厲害 有些電器也壞了 這些會失分比較多 另外其實單位也有些天化理 有些空殼的情況 綜合這麼多工種加碼的分數 主要是批檔和窗這兩個東西 是五合格的 整體總分 這個單位有62分左右